新书推荐数美利坚如何开创人类新纪元 历史研习是美国革命和建国是世界史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君主制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宰世界上千年 而美国的建立向人类揭示了国家政治乃至人之存在的新可能 共和制 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 人民可以不必为了统治者的野心去赴汤蹈火 也不用为了供养所谓的贵族而忍辱负重 人民可以选出代表来管理自己的国家 以更平等、更进取、更有尊严的姿态实现人之价值 要更加深刻地了解美国建国的意义 就一定要从美国的建国史开始读起 而如今就有这样一套美国建国史系列图书 兴贤达到陆军上尉 目前执教于马萨诸塞大学 埃利斯是美国昭明的历史学家 主要研究领域 即是美国殖民地和建国时代的历史 是该领域的权威学者 同时 他也是昭明的历史普及作家与畅销书作家 为广大历史读者 打开了了解美国建国史的窗口 福布斯杂志曾盛赞埃利斯的读者身亡 称它是历史学家中的罗杰费德勒 系列中的四本书 虽群聚焦于美国建国史 但也各有侧重 力图展现一幅完整丰富的美国建国史画卷 二 比美国革命更宏大的二十八年建国史 一七七五年到一八零三年 是美国成为美国的二十八年 这二十八年建 它是一个脆弱的 前所未有的新国家 和那个严酷的时代展开了搏斗 经过几场军事 外交 政治 思想的交锋 美国找到了它走向强大的原动力 而此时留下的历史遗憾和隐患 也成了历来美国南北分歧 种族冲突的根源 直至今日 在系列的第一本书《美国创世纪》 建国历程的胜利与悲剧 1775到1803年中 作者展示了个性鲜明的美国建国者 和千债南逢的历史记忆风云际会 以六幕对美国的历史剧 阐释了美国的创立真路 一 1776 费城 点燃革命之火兵 宣布独立宣言 美国自由精神的由来 二 1777 伏吉古 革命军最寒冷的冬天 美国独立战争至盛之道的发现 31787 费城 美国联邦宪法的全国大辩论 超越分裂 建立联邦制度 41789 印第安领地 和印第安人立约 保护原住民的努力及其失败 51791 纽约 国内政治分化 冲突再起 美国两党政治的诞生 6 1803 巴黎 从拿破仑手中抢购 路易斯安娜 美国向西扩张之路的开启 读者尽可由此一览决定 美国成功与失败的六个主题 独立宣言 独立战争 联邦制 原住民 两党制 西部扩张 每个词的背后 都是汇聚机遇和挑战的精彩历史 3 美国奠定国际最紧张的7年1776年 为了抵抗英国 争取独立 美利坚的13帮结成了联盟 1783年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者 让美国赢得了珍贵的独立和自由 但是 此时美国想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 依然困难重重 独立战争胜利后 国内帮与帮之间的深刻分歧也随之浮现 站在当时的视角 看这些个形歧视的地方权利 没人敢肯定日后是否会有美国这个国家 独立之后的几年 美国在一片胜利的气氛里渐渐失控 战争期间欠下的外债 哪个帮都不愿出钱偿还 和外国商谈的条约 不同意的帮就拒不执行 国际声誉上 美国从人类的革命之光 很快跌落成了一个信与败坏的国家 另外 还有西部土地利益 独立制 侵法和侵营等等分歧 把独立初期的美国推降了分裂的边缘 一些乐观的英国政客 甚至等着美国各邦在窝里大打出手 然后央求着回到大英帝国的怀宝 在这种几乎无望的境地 美国革命能够真正成功 建立坚实的国际 着实是政治上的奇迹 系列的第二本书地造共和 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 1783到1789年 将为你拼出这一奇迹的全貌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 联邦党人文集 华盛顿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 才正之父汉密尔顿 这些人和事之所以被铭记 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关键时刻 构成了美国的国家与国格 4. 美利坚国父的奋斗历程 和领导魅帝华盛顿 他的名字是美国的首都 他的头像出现在总统山河美超上 我们知道他是美国的缔造者 第一任总统 但是在这被神话的赫赫声明之下 华盛顿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从奔走于北美荒原上的年轻军官 到独立战争枪林弹雨中的司令 再到共和国首位总统 他是怎样历尽曲折一路走来 在历史的亲历者看来 华盛顿拥有变 不可能为可能的神奇力量 年轻时 他参与法国 英国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惨烈战事 经历的失败远多于上帝 却在挫折中把弗吉尼亚团 毕炼成当时北美最具战斗力的队伍 美国独立战争中 他率领一支三分之一的战士 打赤脚的大陆军 击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陆军 革命胜利后 人们以为他会像凯撒 克伦威尔或者二十年后的拿破仑那样 建立自己的独裁帝国 但是他毫不贪恋权力 出演了一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退场 华盛顿内心深知现实的艰辛 战争不是靠奇迹打赢的 共和国也非一天建成 面对事业的大起大落 华盛顿走过了怎样的新路历程 在胜利的欢庆与纪念之下 掩盖了怎样的彷徨与坚守 系列中的第三本书《华盛顿传》要讲个故事 就是一个真实而平凡的人 如何成为一个创造历史的伟人 在这本《美国人气最高的华盛顿传记》中 作者将深入华盛顿的私人信件和日记 为你还原一位真实而伟大的华盛顿 并通过伟人的生涯 透盛美国的建国历程 五、美国革命精神 民主文化与美国梦的先驱托马斯杰斐逊 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 美国第三任总统 美国精神的立法人 独立宣言中 他写下了美国革命最响亮的几个字 人人生而平等 杰斐逊代表了很多美国人世世代代解读 宣扬了美国理想 天赋人权 个人自由 最小政府 古典自由主义 乃至美国的民主文化和美国梦 在众位美国国父中 杰斐逊是与众不同的理想主义者 他近乎天真的理念既定义了美国 却也为美国带来了种种争议或灾难 托马斯匪讯还活着 这是约翰亚当斯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 杰斐逊曾被富兰克林罗斯福 欲为自由的使徒 是美国对抗法西斯暴政的精神指引 冷战期间 美国用来对抗苏联的意识形态武器 也可以上诉到杰斐逊那里 与此同时 很多美国人认为 杰斐逊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作为一名政客 他过分天真 心口不羁 玩弄全数 他倡导平等自由 却纵容奴隶制 终其一生都是个奢侈无度的奴隶主 把联邦党人的建设性举措 污为君主制的复辟 并在担任总统后大举清算联邦党人 人们绝不缺少仇恨杰斐逊的理由 这就是人们眼中的杰斐逊 一半是圣人 一半是野兽 系列中的第四本书杰斐逊传 美国的斯芬克斯 就选取杰斐逊一生中的五个关键时段 试图深入杰斐逊神秘 拦解的二类型 并且透过杰斐逊透视美国的革命遗产 和国家精神内在的多样与紧张 感谢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编辑曹二述审核业 旧好树牌版JMAGIE 新增本App招募 感谢中信出版